谢谢品鱼这架坠落的复兴航空上面一共有58个人 而这飞机坠落时惊险的一瞬间也被行车记录器拍了下来 最新状况现场交给记者张宜人告诉大家 宜人 主播各位观众 目前记者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南港经贸二路 在早上10点钟左右 一架机身编号B22816台北飞金门的客机 疑似因为是擦撞到了高架桥 就坠机在距南大桥800公尺的内沟西抽水站附近 这个最新的坠机画面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 在画面上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消防人员 已经守在岸边准备来救援所有落水的民众 还有民众在水里现在是非常的焦急 等待消防队员的救援 而我们知道现在飞机上面大约有53个人 现在全部是站在飞机上面等待救援 而最何意外发生 当时刚好有民众是经过了目睹了整个过程 大家表示在11点多的时候有一家复兴航空 当时是从松山机场起飞 不过却越飞越低 闪过一栋房屋之后是直接掉进了基隆河中 而目前这个坠机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不过当时目击的民众都说太可怕了 而现在确定飞机上面的乘客有53个人 包括了两名小孩 还有10名乘客是站在飞机外面 非常焦急来等待救援 而警销现在也是派出了大量的消防 各式车辆的来前往来救援了 而目击得指出这个飞机在撞桥后 曾经企图要拉起这个机头 不过都没有成功 随即就坠落在这个基隆河上 而这个南岗经贸园区工作的网友也说 有听到当时发出这个巨大飞机降落的声响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画面 这个飞机是整个已经泡在水里面 而所有的民众也都是在泡在这个飞机里面 等待这个所有的这个消防人员 赶快用橡皮艇到河中间来把他们给救出来 而这个新北市消防局呢 接获通报也派出了12辆的这个吊车 还有重型机具 还有救生艇来前往现场赶救抢救 那我们知道这个复兴航空B22816班机 早上在坠毁在这个基隆河 现场呢有民众呢是拍下了整个过程 而这个失事的客机ATR72型客机呢 跟去年澎湖西西村空难呢是同款的机型 这20年来呢这个复兴航空失事呢 光是这个人命就夺走了55条 那现场目前现在呢 所有的救援人员都还在持续救援的动作 这是现场最近的情形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同类主播